大家好 歡迎收看五間總結 我是李慧儀 和大家看看內地和香港股市中午的收市情況 見到內地股市是做好的 上證綜合指數收報3063點 升47點 深圳成分指數半日收報11047點 升229點 滬深300指數中午收報3827點 升74點 創業版指數中午收報2411點 升60點 見到恆指今日半日收報16942點 升553點 國企指數中午收報5737點 升176點 科技指數中午收報3282點 升125點 大股成交半有501億 和大家看看今天的焦點辦法和股份 首先見到英國重資產股回湧 事源市場傳聞 英國政府將會進一步修改減稅刺激經濟計劃 消息理好了英鎊的匯價 隔晚彈回2.5% 高見過1.1381美元 上回1.13美元樓上 匯控今天都回湧 看見匯控半日升到6.5% 半日收報41.25 今天高見過41.3美元 另外渣打同樣做好 半日升到6.6% 半日收報49.15元 另外其他電能實業 長實長和 長江基建同樣有彈的 看看生物科技股 今天都有得繼續反彈 見到美國10年期債息回落 去到4年以下 生物科技股都抽上來 若名生物急升 半日升到超過一成 半日升到超過一成 半日收報52元 另外旗下若名獲得FDA資格認定的榮昌 今天繼續有得彈 半日是彈到一成四左右 半日收報37.95元 至於若名康德 半日都升到9.5% 半日收報69.15元 整個板塊都氣氛非常好 另外看一些旅遊的相關股份 見到據本地傳媒的專欄指出 施政報告一定不會放寬去到0加0 但是國泰航空今天有得反彈少許 半日微升0.9%左右 半日是報7.86元 另外東營油也有得升1.1% 另外莎莎本地消費股也有得升2.8% 看周大福同樣有得彈 半日也要彈比較多 彈3.4% 半日收報14.7元 看看移動股太平洋航運 今天股價大跌 看到公佈第三季度的小零變形和超零變形 乾散貨船按期租合約等基準的日均收入 較今年上半年分別是減少了1%和2.1% 較去年同期分別減少了3%和2.7% 這一隻股價今天大跌1.2% 半日要跌1.2% 半日收報2.27元 今天低見過2.2% 另外看一隻信蕭6288 看到這一隻日本服裝聯鎖店 UNICO和GU的母公司信蕭 公佈截到8月底 全年的順利 按年升到超過六成 創造一個新高 每股基本的盈利是2675.3日元 派末期息每股240日元 全年派息480日元 派息比率增加了5.7% 去到2.9% 看到業績好的預期之下 信蕭在日本市場已經升到6.4% 香港這邊也有彈 另外看看6680 金曆永馳 看到集團首三季歸屬 在上市公司股東的淨利潤 按年升到九成至一倍 去年同期淨利潤是3.51億元人民幣 金曆永馳股價一度升8.4% 高見過25.25元 不過半天股價越縮越窄 升幅到升1.7% 半天收報23.7% 這環節差不多了 回到其他直播環節 待會見